我看這台車有改煞車 它的自動力沒有那麼好 對 可是我只是想要走一個外型 對啊 因為想要走的是比較內斂型的 就不要那麼的張牙無窮 什麼 就內斂 什麼 小蘭 這煞車嗎 對 有時候說它反差超大 我發現它有雙重人格 我以為你會貼很黑耶 沒有沒有 我的車或我的車 我都喜歡貼這樣子 我要讓人家看到說開車的人是誰 不是要低調嗎 就是要讓人家看到 我有這麼低調的車 我之前有把這台車借給我一個朋友 結果他後來他自己也買了一台 他也把它賣掉 那我們那時候最近在閒聊的時候 就有發現說 其實我們最想念的都還是這台車 今天阿智帶來了 曾經的愛車 是Prius這一台 然後後來又買了Lensys 600H 對 LS600H 然後後來去日本又買了那個 Purevia Purevia 有電的 然後後來最近 因為這台車後來我賣給我朋友了嘛 然後我自己又再買一台 FIT 也油電的 大家都說很像電油版 因為用電更多嘛 但買這台車的時候 我就很 就是被他的外型給吸引到 因為我覺得 他這個頭燈真的太好看了 自己在做選擇的時候 要購買這台車的時候 我就先上網找一些 我改起來的藍圖 就是會變成是怎麼樣 當時 我記得我剛訂車要等一個月嘛 我當下就直接 Lenking我就先訂了 我介紹我老公跟你認識 Lenking就先訂了 先訂好 等於說我車一回來 我馬上就可以直上這樣子 對 然後又 那時候 套件也選了 對 套件也都選好了 然後 煞車要改成怎麼樣 我都預設好了 譬如說像煞車 我都會改白色的 然後 Lenking就會選擇 超低粉塵的那一種 大家不要看這台車有改煞車 它的煞車其實 就是我選配的那個 超低粉塵那個版本 其實就是 它的自動力沒有那麼好 對 可是我只是想要走一個 外型 我想要走一個搭配的 我們的水尾地王 在改車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 走個外型look 最近的事情 有讓我覺得 對 所以上煞車 你看這白色的 這個十幾年的煞車 裝了它的白還是一樣那麼白 所以想要走的是 比較內斂型的 就不要那麼的張牙無窮 什麼 就內斂 什麼 小蘭 就煞製嗎 對 所以我說它反差超大 我懷疑它有雙重人格 你不是說它很吵 可能一個人就是已經太活潑了 你知道嗎 所以它必須要有另外一個人格出現 真的嗎 糟糕天下說 我現在開的是油電車 所以隔熱紙都寫的特別多 有沒有 對對對 看一下 只是說 我這車有貼隔熱紙耶 我以為你會貼很黑耶 沒有沒有 我的所有的車 我都喜歡貼這樣子的 我的開的車都是貼這樣子的 就是我要讓人家看到說 開車的人是誰 不是要低調嗎 就是要讓人家看到 我有這麼低調的車 這台車都還是元期嘛 我覺得我會非常的顧它 這是2010年 到現在12年了 對對 我當時 我記得賣給我朋友的時候 是好像是17年的時候 對 我在賣給他的時候 這台車是一點外商都沒有 只有這個 但是我現在就看到很明顯的在前面 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 這個當時是因為我覺得 我可能會喜歡上別的包圍 所以當時我這個選擇固定的方式 我並沒有把它連死 它是可以 你說這個下巴 對 它是可以活動的 有沒有 它是可以活動的 我很少看到這樣的 對 因為我會覺得說 可能隨時會換掉這個包 誰 殊不知就是我找不到 就是可以更 更好看的包 並沒有 就是當然很誇張的包圍有 可是我不喜歡 下地下室 我們車有改裝避震器嗎 那我們降低的時候 有時候下地下室 可能你不小心慢慢會扯到 是 那扯到的時候這個 我們沒有把它固定 就起了一個緩衝的作用 下地下室 卡到它就會緩衝 包就不會破 像我們甩尾車一樣 有時候我們的保桿 都其實我們都不太會把它固定死 對啊 稍微一碰撞 保桿就會整隻飛走 你再整隻撿回來就不會破了 起的時候是裝19吋的 對 那後來我賣給我朋友 他後來為了舒適性 然後換成18吋的 那我們框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畫面 看到照片 照片有 可以看到 你填的真的比較滿 對 很滿 那個圈真的很滿 很漂亮 那時候 白圈那時候 確實好看 整個開起來 然後整個再搭配這個 格熱紙 就是那麼透 然後又可以看到那種淺色的內裝 你喜歡淺內裝 我超喜歡淺內裝 真的嗎 淺內裝大部分都說不好購 沒有可能是因為人太髒了 希望內裝 還是乾淨一點 那是當時在Auto Salon的時候買的 就是那個車展的時候 我們去的時候 趁那個攤販他在準備收打烊的時候 跟他買有沒有PS的方向盤 他賣這支給我 當時我記得買回來好像才 一萬五 談到好價錢 對 談到好價錢 一萬五日幣 日幣 日幣 假假的 一萬五日幣 所以這個方向盤也是十幾年到現在了 開始我還滿不習慣 一般我們可能會希望說 中間可能是一個自杯架或什麼的 然後當你再開久了以後你會發現 其實它的設計都還滿貼心的 你會意想不到的就會覺得它好用 然後像排長頭 不曉得 這可能就是 那種排長頭很小隻 然後你 因為傳統不是那種階梯型的 你打習慣了 然後你會覺得說 這個排長頭會不會被你扳斷 或幹嘛那些 會嗎 其實沒有 因為它是現傳 它只是要作動 你開習慣它 其實它這個車就是 我常在講這台車就是讓你 很難忘的一台車 我之前有把這台車借給我一個朋友 結果他後來他自己也買了一台 他也買了一台電動車 他就覺得 開過很容易入坑 對 而且他也把它賣掉 那我們那時候最近在閒聊的時候 就有發現說 其實我們最想念的都還是這台車 地球王機線 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手車室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調校出來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太照鏡的 這種個性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台下友們 地球王機線邀您一起上線